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19日 圣一天为户籍式胜特鲁瓦 周六凌晨 法甲第29轮率先进行一场争夺 圣一天将主场迎战特鲁瓦 虽然本场比赛是价值6分的户籍大战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拥有对赛网继优势的圣一天略胜一筹 加上他们最近抢分势头不俗 圣一天是一直得看高一线 圣一天上轮联赛大战经济发挥失准的未免冠军利尔 结果这场比赛双方以0比0的比分闷合收场 这一赛果对于圣一天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现实他们处于户籍的关键时刻 抢多一分意味着多一份保障 而上轮联赛打合之后 圣一天进六轮联赛取得三胜二 和一副 他们目前手握26分排名积分榜倒数第三位 并且与身前的罗莲安特仅差一分 球队已经看到脱离降班区的曙光 其实圣一天进六轮联赛能够抢到12分之多 这一表现与之前曾遭遇联赛七连败相比 球队的状态明显大有改观 更加值得需要留意的是 在这波不俗的表现当中 阵中投号射手滑笔 卡斯里的二个入球 顺利帮助了球队取得一胜一和的战绩 这位攻击手金杖表现值得期待 此番面对网继处于下风的特鲁瓦 胜一天没有不胜的理由 阵容方面 后卫沙杜 苏和和一云 马干军因伤休战 特鲁瓦最近成功洗颓 他们相继击败波尔多和南特迎来联赛两连胜 而且凭借这波连胜势头 球队目前排名已升至积分榜第15位 并且高出降班附加赛区域达到2分 如此一来 金杖与排名积分榜第18位的胜一天的 直接交锋 特鲁瓦深知这场价值6分户级大战的重要性 然而感到无奈的是 特鲁瓦男友取胜本权 要知道他们近6次对阵胜一天 仅得一胜二和三负的劣迹 其中2次做客对阵金杖对手 特鲁瓦全部以失利告终 球队在心理方面明显处于下风 更加不利的是 特鲁瓦近期做客战绩较为糟糕 他们近4轮联赛 做客输足3场之多 此等表现怪不得成为 现实法假做客第4差的队伍 此番走仿制在抢分的胜一天 特鲁瓦恐怕难有作为 阵容方面 前锋谢陈洛迪古斯亭赛受罚 中场卡连 阿萨姆音商休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